本章主要分享是物業管理學習的建議方向 那這個東西我們首先要提到 有些東西雖然它是很重要 但是不要每一年都提 像舉個例子 我們講最差一等的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跟清潔 這本來就是最基本的 你今天只要認證過 哪一個總幹事不懂這個東西 這也是基本的 何況是把花條 把清潔搶到讓人家睡著 那這就很差勁 浪費彼此的時間 那我個人覺得說 物業管理的建議 它學習方向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物業經理的報告 你不要老是留在那種所謂的 總幹事的等級 總幹事的等級 大部分都是開會跟社區服務 所以你如果要學會 物業經理的這個報告 跟它思考的模式 你的外商經驗就顯得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你進去哪一家公司 你的學期內容跟主題 就已經給注定了 第二個部分我們今天講的 就是物業管理 最賺錢那個地方 講的是一個最有知識資料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物業管理諮詢 跟服務內容的建立 這個部分要學 你要學的東西非常多 這裡面有包括一些 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包括說我們今天在之前 我們要做專案可行性 對不對建議 然後之後可能會有銷售 那銷售的物業情境建立 再來交屋 最後面就是所有的物業管理標準化的部分 那標準化的那個部分還是屬於最末端的 然後第三個部分我們今天講的是 物業經理你本身你要去升級你自己 也就是說往招商跟資產活化 不要大家都在講資產活化可是實際上沒做幾個嘛 你講大樓傳統的總幹事有做什麼資產活化嗎 不可能嘛 他連一個成本中心跟費用中心都說不上 第四個部分我們今天講的是物業管理的問題解決 也就是說各位可以去選擇一些物業管理 他遇到會遇到的問題 然後狀況性怎麼樣 那就是幫自己累積很多經驗 第五的部分的時候我們今天講的就是建物認證 什麼叫建物認證 建物認證就是你協助住戶 尤其是買預售物的過程當中 他每一個階段他去幫你做認證 那這個東西也算是物業管理服務的範圍 也就是說他幫你去建議所謂的建物履歷證明書 然後第五個部分的後半部就是想公設點交 就是什麼協助公設點交 怎麼把一個公共設施跟設備點交好 最差一等的才是所謂的公益大廈管理條例跟清潔的維護 所以各位在選擇的時候你是個消費者 你本身在選擇課程的時候 反正你總管是可能做幾年之後 你就要再認證一次你要回去上課 那你上課的時候難道你不應該選擇品質嗎 所以選擇品質就是說反正證書都一樣嘛 可是你為什麼不讓自己多學一點 你為什麼不選賞面的五項的部分 你選這一種類型的補習班 你為什麼要去選最下面的那一等 去把一個東西不斷的看過一遍再遍再遍浪費自己的時間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社會的新鮮人的話 同樣你也要往物業經理的這個角度想 你必須要把這視覺放在這裡說 這幾個東西才是物業管理的重點 各位其實只要看過所有的物業管理的書 你可以發現新加坡跟大陸都是往前面這五個方向 尤其外商也都是往前面這五個方向走 只有我們國內 當然我們國內講的是台灣啦 還是在第六等的階級 那當然今天我是剛好嗆死有一天 在遇到一群人在那邊聊 雖然我已經離開物業管理有一段時間了 因為人總是要升級嘛 我往那個預售物銷售 或者我們今天講 更進一步往所謂地區性的招商出 這個方向再走 那剛巧有人在那邊一群啊 總幹事在那邊閒聊 那我發現他們目前上課內容還是這樣子 感到非常的憂心 那因為憂心的關係 也可能說是因為關心啦 我說你們這些總幹事真的是一百年不變啦 就從以前到現在幾乎都是這樣子 反正就是拿政府的錢在那邊認證 然後是政府支持下的產業嘛 你到底有沒有學到東西 所以各位如果要學物業管理的部分 你的方向要對 當你選擇對的時候 你才可以真正得到所有的物業管理的精髓 感謝各位收聽 我是張明義 我是玩笑裡的共同作者 謝謝